拜登就職典禮现场首度曝光 从空中鸟看 大大小小的美国国旗形成一片旗海 场面相当壮观 国家广场的草坪 插了近20万只国旗 象征未能亲自出席的美国人 代表每个州级领土的56只登柱 也将在当晚持续亮起46秒 象征拜登即将出任第46届美国总统 而依照惯例 卸任总统会在白宫北门廊的阶梯 迎接新任总统 随后一同前往国会大厦参加就职典礼 但早就宣布不会参加的川普 也将打破152年来的惯例 不会迎接拜登夫妇 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许多就职活动改为线上进行 私生好莱坞隐心汤姆汉克斯 则在典礼后主持90分钟的 庆祝美国电视特别节目 拜登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上任 即将出任白宫幕僚长的柯林恩 也透露拜登在就职演说中 将会呼吁国家团结 美国将走出一条比疫情前更好的道路 记者我家嫌不倒